Tin Tim 你知道我人多恨錢 你看我到處都會拿著元寶出街 但是我發覺很多人跟我說 我想裝修 他說千萬不要新年的時候裝修 不好的 到底是不是 其實也是 真是好朋友 新年的時候就是 其實我們不適宜裝修 為什麼 因為裝修裏面 我們一定會有些東西破損 破壞它 動土 你不會就這樣塗進去 對於這個意頭上是不好 新精透無端有些東西要拆爛 新年的意思是什麼時候 例如年28開始 到1月底 這樣就是不好的 其實如果在古說 整個晶月都不好 就是晶月初一 接著到整個晶月就不行 就是整個月都不好 現在是現代的 通常都是晶月初一至初十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真的要裝修 你知道的 如果我家裡爆屎 我家裡經常會爆屎 就在新年期間 初一就爆屎 我就說不好意思 下面的流水不關我的事 我的朋友添添說 不可以裝修 不然就死了 那我沒理由這樣 是不是小學人好人 嗯 看得出來的 首先我們本身會有一個 太歲方的方位 或者是破歲方的方位 這兩個方位 我們就不要動肚了 是 因為你們也有聽過 太歲頭上 動肚 沒錯 就會傷害到身體 所有的病氣都會容易出來 但是今年我們破年 在哪個方位 就是東邊和西邊 即是東是太歲 西是破歲 沒錯 先算一下 糟了 什麼事 雖然我還沒爆屎渠 我算到我的屎渠位 真的在太歲位 那怎麼辦 沒爆就不用擔心 假設如果真的爆了 那怎麼辦 不可以等的 是的 你首先就是避開了東邊和西邊 不要先開工 咦 那不就是可以後開工 沒錯 你可以同一日的 同一個時段都可以 譬如在南方 西北 那裡不用裝修 但是你輕輕批凸 或者弄一些東西 就當成立式 再開工 即是我在南方 如果裝修我老公的話 我就可以在太歲位做事 對 你裝修 對 我幸好認識你 你叫我不要裝修 當然是不裝修 怎知隔壁那個新年裝修 我當然會告訴他 但是他一定要裝修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我 其實這段時間是不能影響到你 對 但是只有他在正月十五前 都在乒乓 那這樣就不好了 對 但是他會令到你不開心 那段時間 因為有聲殺 對 你就會有一種怨氣 所以磁場 也會影響到你的心情 所以我應該敲門叫他 你千萬不要 對你運程不好 我都是為你好 其實就是為自己好 你都像這種人 你可以這樣看他 不過這樣 因為你經常都會 市渠 你經常市渠都有問題 我一看到你 我就想起市渠 我本身的市渠是沒有問題 我家裡的市渠有問題 你家裡的市渠可以提醒你 我們經常都會說賺錢 有時候有一個秘密 或者一個古說 其實就是不用看任何星的了 不用待任何方位 一間屋裡 洗手間其實是屬於一個偏財位 真還是假的 真的 這個是偏財位 我們要怎樣去保護它 譬如你經常爆炸的 偏財就經常都會沒有 即是破財 會的 我們正常就要去蓋座瓷板 關門 其實什麼都不用放 最重要就是幾樣東西 整潔整齊 還有乾淨 沒有臭味 這個就屬於你們整個家庭的偏財位 有時候會 我不知道 偏財位 如果水渠滴滴滴的話 是否真的會漏財呢 會漏財 但是如果有時候 我們這些黑五黃星 即是大病星 小病星 如果真的飛去浴室 洗手間 可能你經常要開水 沖一下 偶爾按下座瓷沖一下 都會有個意著 沖走一些細菌 不過就要看個別廁所移滴了 我家最近有空了 貼不貼走 好